昨天你大兒子的情況好像還蠻嚴重的 想請問一下市長當時接到訊息之後 你是怎麼處理的 那跟陳醫師通電話的時候 有給陳醫師什麼樣的建議 那兒子因為後來的狀況 是不是因為穩定才不用住院 那這個喔 小孩子要小孩子的隱私 也不用因為他爸爸當市長 病例要全部拿出來公開 不過這樣啦 都天下父母心了 我說跟他 陳佩琪當醫生也當很多年了 自己的兒子分倒 打電話給我連講話都講不清楚 不過還好啦 因為後來 送去醫院都有 認識的同事可以幫忙 弄一弄 大概一下發高燒 我也覺得很奇怪 再來講發高燒也不應該分倒 所以 不過觀察以後還算穩定 謝謝大家的關心了 不用浪費大家的時間討論這個問題 謝謝大家 那想要問一下市長 是不是在確診前的48小時 病況會特別嚴重 那就你的了解 會出現哪一些症狀 那要怎麼判斷什麼時候該送醫 臨床上還是用症狀治療 我們醫生是這樣的 症狀 發燒 頭痛 咳嗽 喉嚨痛 各種各種症狀 那你覺得不舒服 其實我跟你講 後來我們以前發現 病人自己描述的症狀是最準的 他覺得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分倒就是分倒 所以有時候一些客觀的數據 再讓主觀的感受 所以我們還是 臨床上我們還是主張症狀治療 按照症狀來治療 所以 我想這個隨便網路上也看得到資料 當然如果不要已經到會咳嗽也要嚴重了 有親吻到肺部的話 也許會多測一個血氧 不然的話如果只是上呼吸道的感染 就按照症狀治療就可以了 那市長想要再問一下 因為你另外一個女兒也是有確診 那現在是不是情況也是有好轉 那你們現在三個人在家裡 你們怎麼去處理你們的飲食問題 那你自己又怎麼要照顧他們 哇這個吃完沒有問題 台北市我們 我們台北市的外送平台 這麼多吃完的好問題 這個所以吃完反而是小事 反正就是暫時關在家裡而已 市長那你怎麼照顧他們 不用啦這怎麼照顧 我只要看他們症狀沒有症狀就好了 這個我只負責當醫生了 沒有負責當保姆 我沒負責當保姆